谁互转 自序 人生三时而未取 不应更取 四时而未适 不应更适 五时不应为家 六时不应出游 何以言之 用为其实 适意尽也 朝日初初 苍苍凉凉 枣头面 果金则 敬盘孙 绝阳目 诸是伏必 启问可终 终已久矣 终前如此 终后可知 一日如此 三万六千日何有 以此私幽 敬何所得乐矣 每怪人言某 甲鱼金若干碎 福若干者 基而有之之味 金其碎基 再何许 可取而属之否 可见以往之无 西已变灭 不宁如是 无书至此句 此句以前 以及变灭 事已可痛也 快意之事莫若有 快有之快莫若谈 其谁曰不然 然意何曾多得 有时风寒 有时泥雨 有时卧病 有时不值 如是等时 珍珠劳欲矣 设下薄田不多 多重熟米 身不能饮 无有来须饮也 设下门陵大河 家树有印 唯无有行力 蹲坐处也 设下直吹窜 礼盘于者 锦老必四人 其于凡旭童子 大小时又于人 便于持走迎送 船接捡铁也 设下同必烧闲 便客其妇肘之席 附走所以扫地 知习公无有作业 无有必来 当得时有六人 然而必来之日为少 非甚风雨 而进步来之日亦少 大律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 无有来 亦不便饮酒 欲饮则饮 欲止先止 各随其心 不以酒为乐 以谈为乐也 无有谈不及朝廷 非但安分 亦以路遥 传闻为多 传闻之言无时 无时及堂丧唾经已 亦不及人过失者 天下之人本无过失 不应无底乌之也 所发之言 不求惊人 人亦不惊 未常不遇人解 而人足亦不能解者 是在性情之际 是人多忙 未曾常闻也 无有计皆亚旦通阔之事 其所发明 四方可遇 然而每日言必及修 无人记录 有时一丝及成一书 用赠后人 而至今缺如者 明心寂静 其心多懒 一 唯言求乐 著书辛苦 二 生死之后 无能读人 三 今年所作 明年必毁 四也 是谁虎传七十一卷 则无有散后 登下戏莫为多 风雨盛 无人来之时伴之 然而经营于心 久而成习 不必申指之笔 然后发挥 盖伯木梨落之下 五根卧背之中 垂首碾带 地木观物之计 皆有所寓意 或若问言 既以未长及为一书 云和独有此传 则岂非此传成之无名 不成无损 一 心闲事弄 书卷自若 二 无闲无虞 无不能读 三 文章得失 小不足悔 四也 呜呼哀哉 无声有哑 无呜呼之后 人之读 无书者为何 但取今日已是无有 无有独之而乐 思亦足而 且未知无之后 深独之为何 亦未知无之后 深得独此书者乎 无又安所用其卷念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